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易慎化芡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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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端是棕红色》 《易慎化芡食》 在《古籍》上很早就有《芡食》的记载了 《神冬奔草经》称它为《基投》 《古今柱》中称它为《焉投》 當然還有一個名字叫《红投》等等 它的名字很多 《芡食》在我們生活中應該並不少見 餐桌上也能见到他的身影 扬州八怪 郑晚桥 曾经副诗一首 他是这样说的 一堂普过 一堂连 杏叶临丝满道天 醉事江南秋八月 鸡头米赛 磅朱圆 你看 正板桥 对这个茜石也情有独钟 那么茜石到底有哪些食疗价值 在中医的临床上 又可以治疗哪些疾病呢 我们从一个记载 来谈起茜石 苏东坡是宋代的文学家 书画家 其实大家不知道 他还是一个养生学家 留给我们后人的 医学和养生的著作 到现在 有些方法 有些议案 还是值得我们现代人 细细地去研究 苏东坡 在一生的经历过程中 非常的坎坷 生活的坎坷 事业的不如意 并没有摧毁它的意志 在宋神宗的时代 它被贬到黄州 而宋哲宗的时代 又先后扁到惠州和丹州 生活的变迁 事业的不如意 使苏东坡 心态和意志 更加良好坚韧 在经历了生活的坎坷 它也形成了 良好的生活方式 和养生之道 那什么养生之道呢 嵌食就是它 在日常生活中 一个养生方面的 好习惯 每年九十月份 嵌食收获的季节 它把上好的嵌食 收集起来 外表给去掉以后 就是很好的食材了 每当闲暇的时候 它就把嵌食煮熟 用几枚搁在嘴里 进行含服 什么叫含服呢 它不着急 进行举嚼吞咽 而是在嘴里 含着这个熟的嵌食 逐渐地缓慢地 去举嚼吞咽 而它的养生之道 不单纯是口寒嵌食 它的心态也非常良好 所以在生活和事业的双重打击下 在那个年代 它六十四岁 才离开了人世 当时也算长寿之人了 刚刚咱们说了 嵌食既是一种生活中的食材 又是一个很好的中药 那中医怎么去看待这个嵌食呢 《本草纲目》中这样记载 只渴益肾至小便不尽 已经白灼待下 不用说短短的十几个字 它更多的是强调了嵌食 对于中医来说 治疗肾脏出现的一些疾病 在中医理论中 嵌食无论是在 以食疗为主的苏沈良方 东坡养生级 还是中医药具著《本草纲目》之中 都是补足肾气 治疗肾脏疾病的重要药材 而嵌食历经了千百年的医学发展 在今天依旧发挥着功用 那么嵌食对于肾脏疾病 为何疗效显著 又有哪些病案 凸显出它的药用价值呢 在临床上 中医用嵌食可以治疗哪些疾病呢 我们先看第一个病例 2015年的一天 我的门诊中 来了一位年近50岁的男士 患什么病啊 不媚 什么是不媚啊 这是中医的病名 西医的病名就是失眠 睡眠障碍 他睡眠障碍有多长时间了呢 两年了 入睡非常困难 一有动静他就醒 最主要是有一点 每天夜里起夜三到五次 上卫生间 回来很难入睡 你想一个人 如果是夜里起来三到五次 每次又很难入睡 那这一夜 基本上就没有踏踏实实的睡眠了 所以时间一久 他出现什么 心烦意乱 口罩烟干 长期睡不着觉的人 都有这个特点 心烦 越烦越睡不着 还有什么 腰膝酸软 乏力 耳鸣 听力也下降了 还有头晕 舌智红 胎白 脉 沉细 中医辩证是什么呢 阴虚内热 心肾不焦 质法 养阴清热 焦通心肾 用什么药呢 用生地 百合 沙身 寄生 穿断 嵌食 潮藻人 莲子心 等等 开了七副 吃完七副药 第二次复诊 心烦 好了一些 口干舌燥 也减轻了 睡眠 还是不太好 起夜 还是三到五次 于是我给他 去了一些药 进行了加减 去了 炒藻人 去了 沙身 加了一个炒之子 远智 昌浦 生黄旗 最主要还加了 金英子 桑飘消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 咽尿过多 影响了睡眠 所以 把咽尿的问题 一定要帮助解决 又吃了两周药 第三次复诊 咽尿 减轻了许多 已经从三到五次 变成一到两次 而且入睡 稍微有点 好转了 于是我又加减了一些药 加了 珍珠母 手无疼 这样反复地 治疗了几个月以后 病人基本痊愈了 这个病案 我们要了解 两件事情 第一个是要了解 什么是心肾不交 中医的一种病名 或者一种辩证 中医认为 肾 肾是在下角 属水 属阴 心 在上角 属火 它们之间的关系 叫水火济济 平衡的关系 肾火 下可以温序肾阳 使下角不至于过寒 而肾水 上属于心 使心阴 不至于过虚 可以防止心火过旺 而水火不济的时候 就是肾阴 因为各种原因 亏虚了 不能上属到心了 所以心阴就亏虚 心阳过旺 阳过胜 就可以产生心火 出现心火过旺 心神不宁 影响了睡眠 所以它们俩这个平衡的关系 不能随便打破 打破了 就会出现心肾不交的 失眠 这是失眠中的一种类型 一种编证的类型 所以这个患者就属于这种类型 这个患者出现什么 肾虚的一些症状 要吸酸热 头晕耳鸣 这些都跟肾气不足 肾阴亏虚 有密切关系 那第二个要想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患者 每天夜里三到五次 去卫生间 起夜 同样也可以影响睡眠 那所以说 这个失眠的原因 一种是心肾不交 一种是形式上的夜尿过多 而夜尿过多 一定是肾体不足 膀胱约束能力差了 所以这种病人 那我们在交通心肾的制造下 还要滋阴清热 是肾水充足 还要什么 有益肾缩尿的功能 用了什么药呢 金英子 桑飘消 还有我们的嵌食 嵌食 有收色 固精 补肾的作用 不至于 一有尿就上卫生间 肾气充足了 肾液也补上了 所以上卫生间的次数就降低了 这个病人 就痊愈了 这里边 嵌食起到了 很好的治疗作用 当然一个药 要在整体的配合之下 才能发挥更好的疗效 在临床上 我们还可以治疗什么病呢 漏尿 说到漏尿 可以这么说 在临床上 并不少见 有时女性 到了五六十岁以后 漏尿的病人越来越多 2002年的一天 我这门诊中 来了一位女士 七十五岁了 往我那儿一坐 我问她 您看什么病呢 漏尿 怎么个漏法呢 我只要一着急 一追工汽车 一咳嗽 小便就排除了 就得去换裤子 我说多长时间了 两年多了 原来漏得不厉害 最近这半年 越来越厉害了 以至于 我有时候 什么事一高兴 一乐 这女儿也就排除来了 我在问她 其他一些症状 她也有法力啊 腰气酸软啊 有时候有耳鸣啊 头晕啊 食欲一斑啊 等等一些症状 舌肢胆 胎白 我给她辩证 肾气亏虚 肾气不足了 膀胱失悦 益气补肾 健脾缩尿 是她的治疗法则 给她开什么药呢 生筐起 草白竹 金英子 桑飘消 芡食 择蟹 茯苓 等等 吃了两周 她告诉 缓解了一些 不是一有尿 就上厕所 能憋住一会儿的 于是 我在这个方的基础上 进行加点使用 加了点补肾的 熟地 山芋肉 还有抑制仁 腹喷子等等 以拱物态给疗效 治了半年 这个患者 基本治愈了 一个月偶尔有一次漏尿 但是一般的咳嗽 着急 基本上没有漏尿的现象了 那这是从哪儿治了呢 这是从肾跟脾治 这是为什么呢 从现代医学说 漏尿分四种情况 一种叫急迫性漏尿 是肌肉 开合有问题了 第二个是 压力性漏尿 腹压增加以后 就容易漏尿 比如咳嗽的时候 第三个 叫充益性漏尿 就是 憋尿的功能 不健全了 容易出现 这种漏尿 第四个 叫功能性漏尿 功能性漏尿 更多是跟精神 环境的因素 有直接关系 但是中医认为 跟脾肾关系最为密切 这是为什么呢 你想想 小便排除是靠肌肉 它一定是肌肉健全 收缩有度 岁数大了 肌肉松弛了 所以容易出现漏尿 第二个 肾的功能 肾的功能是什么 它管着整个 泌尿系统的排泄 如果肾气不足了 膀胱约束尿液的能力下降了 同样可以出现漏尿 所以中医认为 从脾肾制 是制造漏尿的 最主要的法则 再看我们的嵌食 我们的嵌食 恰恰是 健脾益肾 两个作用都有了 甭管是小孩的 遗尿症 尿床 还是老人的一些漏尿 都要用到嵌食 它是有收色 益肾 健脾的功效 所以把漏尿的 或遗尿的原因 从根本上去治疗 所以嵌食 在临床上 可以治疗漏尿的 这些积患 是一个不可多得的 中药材 小小鸡头米 堪比水中深 自古以来 嵌食的食疗价值 药用价值 就一直备受推崇 从日常生活中的 食疗佳品 到中医古方里的 重要药材 它对于保护脾脏 和肾脏的健康 都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那么嵌食 还可以治疗哪些疾病 我们该如何运用它 来进行食疗呢 嵌食还能治什么病呢 肾病综合症 2019年5月10号这一天 门诊中来了一个 22岁的一个男士 看什么病 肾病综合症 其实肾病综合症 这几年发病率 还是下降了一些 患肾病综合症六年了 最主要表现是什么 尿中蛋白三个加号 还有腰细酸软 乏力气短 头晕 有时候有耳鸣 食欲不振 睡眠气痪 舌质红 胎薄白 脉 沉 细 比较弱 中医辩证 脾肾两须 肾经不顾 益肾顾经 是他的治疗法色 开药开的是 六位币黄丸 跟黄旗赤风汤加件 里边有 胜黄旗 炒白竹 鸡胎 鸡胎 蜡蜜 蜡蜜 芡蜘 蜘蛛 蜘蛛 丹蜜 蜘蛛 蜘蛛 防蜂 等等 这个肾病 中国症 尿液中的蛋白是怎么造成的呢 是肾小球的滤过能力加强了 也就是滤过的那个通道越来越大了 好的蛋白没有吸收 而漏到尿液当中排出体外了 所以你吃什么营养 它都排出去了 所以人越来越没精神 肾病肾病 要吸收 是最常见的一个症状 所以这些都造成了这个六年的病史 这个人体质是下降的 中医讲的六位帝黄 其实是治疗肾病作为中的一个常用的方法 他冲过三捕三蟹 我当时学中医的时候 要背这个方子 帝八三山寺 丹领则蟹三 帝黄 山药山鱼肉 三捕 三蟹是丹皮则蟹福灵 还有一个黄旗赤风汤 黄旗赤风汤是什么 是清代的明医 王清润的伊林改错里边的一个方法 黄旗大补元气 至少可以活血 化鱼 通经 活络 还有什么 防风 当然这里边还加了两个药 就是 芡食和精子 这两个药非常好 可以收色 固精 补肾 健脾 使蛋白能够流到体内 所以吃了两周的中药 症状缓解 精神健好 蛋白 从三个加号变成了两个加号 在反复地加减使用这些中药的基础上 半年 它的尿中蛋白已经变成微量了 所有的其他症状也都消失了 当初它还有一些下肢的水肿 这时候也得到了缓解 当然你说彻底治愈 还需要一段时间 也许它这个病 完全恢复以后 在若干年以后 有可能再复发 但是从现在来看 阶段性的胜利 已经达到了 所以芡食在健脾一身的方面 又发挥了它的特长 有收色的作用 把这蛋白收住 不至于浪费掉 1982年的一天 有一个患者来到我的家中 找父亲来治什么病啊 腐蟹 长期的腐蟹已经有两三年了 非常痛苦 腐蟹时间长了 所以身材看起来是消瘦的 乏力 肚子有时候疼 食欲不振 还有一些气短 舌肢蛋 胎白 脉 沉细 无力 中医变症 脾胃虚弱 失邪困疲 脂肪 健脾 合胃 易气造湿 那这种情况下用什么药呢 我父亲给他用的是 炒白竹 党参 腐灵 仓竹 还有嵌食 择蟹 山药 还有干浆 通过两周的治疗 症状得到了缓解 又给他调了一些药 加了点黄莲 清他这个鱼血 也就是湿热 通过两三次的治疗 他这个腹泻 基本得到了缓解 我父亲建议他 继续用食疗巩固疗效 什么食疗啊 嵌食山药粥 健脾止蟹 作用非常好 他又用这种食疗的方法 吃了一个月以后 基本成长了 那从这个病例中 我们要知道两点 第一点 腐蟹的病人 忠于一定要观察 大便的颜色和气味 颜色 是偏绿的 尤其是小孩 往往湿热比较重 所以清理湿热的药 一定要加少 而味道越臭 湿热的程度越高 同样清热造湿的药 你要尝用 而腐蟹的时间久 又没什么味儿 更多是脾须泻泻 这时候以收测 止泻为主 比如说用 山药和浅食 更多是用后者的 治疗为主 急性的腐蟹 用的相对比较少 所以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用止蟹的偏方 也就是小方子 进行食疗 治疗腐蟹不太严重的 往往效果比较好 比如用嵌食山药粥 嵌食大草粥 都是可以的 嵌食在中医人眼里 是个临床非常常用的中药 既安全又有效 它是一年生 水生草本竹 嵌食又分 南嵌和北嵌 南嵌往往在苏州 湾南一带 还有广东等等 个头比较大 但是抗逆性 抗外界自然灾害的能力 比较差 北嵌 个头比较小 抗逆性比较好 往往往在山东 往北一带 而我们说的苏嵌 就是南嵌 做食疗比较多 北嵌 入药的比较多 因为它口感不如南嵌好 而嵌食 生用 补肾 缩尿 效果比较好 草用 往往对于匹虚瀉瀉的 比较常用 那我们看 中医怎么认识这个嵌食呢 性味与归精 肝色平 归匹肾精 功能与主治 益肾固精 补匹止泻 除湿止淡 用于宜精 华精 宜尿 尿瓶 匹须酒泻 白酌代相 用量 9到15克 所以嵌食在磷床上 主要是治疗 脾肾两脏 等一些疾病 所以它是 固精 止泻 止淡 效果比较好 历来一家 对嵌食的认知 和推崇 也是有很多记载的 《神中奔草经》 也记载了 嵌食治疗诗弊 对于有诗的 一些疾病 也可以用到嵌食 把嵌食液作为上品 上中下上品 上品是可以久服 很安全 对身体有很好的 保健养生的作用 《本草新编》中 也记载了嵌食 由补中去吃的作用 所以说 历来一家 对嵌食的认知 虽然有所不同 但是总归离不开 脾肾和去湿 这两方面的作用 而现在研究 发现嵌食碳水化合物 含量是比较高的 还有一些 胺基酸 大概有18种 还有一些 蛋白质等等 对人体都是非常有益的 所以也是一个 很好的保健食品 嵌食作为中药 是一个很好的 临床大夫 爱用的一味中药 安全系数非常高 临床效果好 在食疗这方面 嵌食也有很好的应用 所以民间有一句话 叫嵌儿食之不老 老人食之延年 什么意思啊 不是说小孩 嵌儿你说 他怎么能老呢 是指着年轻人 中年人 食用它 可以延缓衰老 而老年人 可以延长寿命 所以对嵌食的作用 民间也非常认可 因为它先后天都补 所以说 先天的肾 后天的脾 那对于人体来说 就非常重要了 那嵌食作为保健食品 到底它是有什么作用呢 第一个保健的价值 强身健体 健脾益肾 中医认为 人的营养来自于脾的消化吸收 所以消化吸收的营养充分 人的体质就好 而脾胃又是气血生化之源 所以嵌食健脾的作用 就可以保证人体的营养吸收的通道 健全健康 而延年益寿靠什么 靠肾气 中医讲肾为先天之本 参与了人体的生长发育 生殖衰老的全过程 把肾补好了 那人的寿命就可以延长 而这个嵌食也有这作用 所以先后天都部的嵌食 那自然而然就得到人们的喜爱 第二个作用 固精缩尿 止泻止带 对于胰尿症漏尿 它有使肾气充足 膀胱的悦术能力增强的作用 用嵌食还可以收色止血 嵌食 它还有益气养血 美容的作用 它是通过健脾的作用 达到了美容 为什么 因为现在很多人气色不好 面色无华 应该红润而有光泽 很多人是跟脾胃的功能 不好有关 因为脾胃是管消化的 营养的主要来源 气血生化之源 如果脾胃的功能健全了 营养吸收充分了 又很好的利用 人的肤色就好了 而且脾的功能好了 及时把多余的代谢产物排出体外 湿气就不会增加 湿气 也就是水液代谢 也能及时地保证 多余的水排出体外 这跟肾煮水和脾煮韵化的功能 密切相关 两脏的功能都好了 那不至于造成 很多人说 我是湿性体质 水湿过量 这些都可以避免了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可以把芡食做成芡食膏 这也是一种健康的食品 还可以做山药芡食一米粥 山药健脾一肾 芡食也同样有健脾一肾的作用 还有收缩作用 而一米呢 有健脾肾食的作用 把多余的水分排出体外 这三位要碰到一起 都是药食通源的 加上一些精密 煮成粥 那适合什么人群呢 比如说你经常容易腐泻的 觉得自己湿气重的 就可以选择这个食料 但是便秘的患者 就不适合用这个 因为山药有十大变作用 加上芡食还有收缩作用 所以任何事物 我们都要辩证地去看 辩证论治 辩证示善 才能起到既有保健作用 又防止它的副作用 这就是芡食的保健加持 那说了这么多呢 我们怎么去三枚芡食呢 怎么去总结它的好处呢 用下面一段话 来总结芡食的功效 健脾益胜化剑食 水中人生天下食 收色指带至腹腺 药道病除 移尿质 药食同源 人人爱 强身健体 美明之 今天的课 就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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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